那大家好 今天呢 我是来到了新加坡的 Chesnut Nature Park 板栗自然公园 那来这里呢 说真的不容易啊 我们从附近的那个巴士站下来之后呢 还走了很大的一段路 然后有其中一段路呢 就是还没有人行到的 那我给大家看一下 就是这一段路 然后弯下去的那一边 也都是没有人行到的 然后走过这一段路呢 我们才来到了这个板栗自然公园的入口处 那现在呢 我就准备带大家进去走一走看看吧 在此之前呢 请大家为我的视频点赞订阅 你们的赞跟订阅 就是对我最大的鼓励 谢谢大家 好 现在我们走吧 那我现在进到这个板栗自然公园呢 这个一进来呢就是一个停车场以及一个休息的地方叫Transtack Pond 这里呢就是大家可以看到有很多骑脚车的人士在这里 然后呢这里呢也有一个淫水器 大家可以在这里补充装水 然后还有那个厕所 那在这个自然公园里面呢 除了这个厕所之外 应该就没有什么其他的地方可以让你上厕所了 所以大家最好就是在这里呢 就先上个厕所 然后装满你的所需要的水 然后大家可以看到 就是有非常多的那个单车爱好者在这边 然后旁边呢就还有一个停车场 假如你驾车的话呢就可以将车架到来这里 然后我也看到呢很多人呢是驾车 带着他们的单车来到这里 然后将车停在这里 然后又开始骑脚车的 好现在我们就开始走吧 然后呢要开始走的话呢 其实就是要从刚才的那个car park那里呢 走回出来 然后走到这里 然后大家就可以看到呢 这里其实是有一块很大的石头 是讲The Chestnut Nature Park Northern Look 然后大家看到这个之后呢 然后就可以 开始走了 那在这里呢 你其实呢也是很好认的 因为你会看到 很多骑士们在这里休息 在这里聊天 因为他们应该就是已经骑完了一整天 很累了 所以又在这里 休息一下 聊天一下 然后再回家 然后我们呢 就开始 从这里 开始我们的徒步之旅 那 骑士们呢 大家可以看到 他们就应该是从这个地方出来的 而徒步客呢 就应该是从这里出来的 那 徒步这边呢 这个 路面床 情况呢 又是比较好 海岸至少铺着那个沥青的路 然后也没什么人齁 然后来到这里呢 我们又看到松鼠了 在这边有一只 大家看到没有 他跳 啊 又有一只跳 然后呢 其实在这边呢 在这边这边 还有一只小松鼠 所以这里呢 是那个动物的天堂啊 你看我们 这里 短短的这一段 就看到三只松鼠在跳了 那来到这里呢 那来到这里呢 我就给大家 静静的听一下 大家有没有听到 那个 馋的 叫声 然后在前面呢 在那个绳子的后面呢 其实就是那个 单车镜 就是给那些 自行车爱好者 玩 3D单车用的 然后这里 我们走过来看 这里有一个 小桥 有一边呢 就是给 单车 爱好者用 另外 看比较大的这部分呢 就是给 我们这些徒步者用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这里呢 就其实就是 还有一条小溪流在这里 潺潺流过 然后还有一个枯树 横在这条小溪上面 我们现在继续走到来这边呢 就是另一番风景 那个路呢又不一样 这边呢就是那个石头路了 然后大家可以看到这里 都是非常浓厚的植被 都是非常浓厚的植被 你看大家看 上面 都是成天的大树 然后呢 树荫非常的厚 太阳根本 就是 照不下来的 然后大家可以听到很多禅的叫声 那这个蚕的叫声呢 也是给我们一种安全感 说明 今天到现在为止 还是不会下雨 那在这个 板栗自然公园呢 大家也会看到一些这些牌子 假如大家看到这些牌子呢 就千万不要 进入 进入那个区域 因为这是那个实弹的设计区 那新加坡的军队 会在这一个区域做实弹演习 然后这些演习其实还是蛮经常的 所以大家不要 拿自己的命去 来做赌注 那现在呢 我们走来这个 Chesnut Nature Park的地图上看一下 那我们刚才呢 其实就是从这个 这个地方 Chesnut Pond 开始的 我们从Chesnut Pond 这样子走回下来这条大路 叫Chesnut Avenue 然后呢就沿着这条 橘红色的这个 路线 一直往上走 然后 一直 经过这里 然后现在呢 我们就是在这里 这个Observation Tower 观景台这里了 然后我们现在下面看一下这个观景台 这个观景台呢 那是有一个螺旋的楼梯 一层一层的往上走 大概是一二三四五 五层楼高的样子 所以现在我们就去爬吧 那我现在呢 就上到了这个观景台上面了 那我就现在 就要给大家环视一周 那先看这里 这里在远处呢 可以看到两只塔 不知道大家看不看得见 那两只塔呢 就是新加坡的最高山 古吉芝麻山 然后大家看到这些一群公寓这边呢 就是 古吉盘江 然后呢 我现在就要 逆时针 给大家看一圈 就是 我们早到一年的 我们走过来 所以我们走过来 大家看起来 我们走到这个地方 我们走到这个地方 其实我们走到 我们走到这些地方 就是这些都 中文字幕 李宗盛 现在呢,我们又回到了这个返利自然公园的地府前面了 那我们回到了这个Chesna Pond 然后现在呢,我们就是准备走这个南部的环线 那其实我们刚才呢,就是已经在这里有一条路呢,就可以直接去那个Monier Hub 假如我们刚才在这里就直接这样子走的话呢 就可以直接这样子一个环线就回来 但是呢,因为我们不知道它的情况是这样子 所以我们呢,就走回来了这个地方 所以我们就准备现在这样子走一圈 然后回来这里 然后再走回来这里,然后就结束 好,现在我们就开始走吧 好,现在我们就开始走吧 然后这里,我们可以看得到 有牌子 一边是给 脚车的,一边是给徒步的 然后徒步的呢,就是在这里 然后我们现在就开始走进这个树林里面 我们今天好像一整天都是在这种树林里面走 好处就是,空气非常好 人也不多 就是可以享受一下森林里面的负离子 芬多金 你看这边基本上是没有什么人 这个南部的环线好像就是相对来说 人比较少一点 所以呢 那个 气氛就会更加好一点 但是现在大家有没有注意到 那个蚕鸣声好像是不见了 那也就是说 有可能呢 在不久的将来可能要会下雨了 所以呢,可能我们现在又要走快一点 然后走到来这里呢 我们看到什么 我们看到 蓝在路中央呢 有一棵倒下来的树 那这棵树呢 其实就是 不是很高 也不是很大 大家看一下 那我想给大家看一下的就是 新加坡的树齁 其实是比较容易倒的 因为新加坡的雨水很多 不论什么样的树呢 它的根度不是很深 所以有的时候风太大或者什么的话呢 它的树就很容易就倒了 所以大家在新加坡的话呢 也要稍微注意一下 在刮风下雨的时候呢 远离大树 你看这棵树其实还非常的小呢 才刚刚的还结了很多的果子在这里 然后我们在这里看到呢 就是在旁边 跌落的树木上面呢 就是长出了蘑菇 非常多喔 其实在新加坡的话 因为它的气候非常潮湿 那个蘑菇其实在很多地方都会生长的 有的时候你在路边的话 也会看到那个蘑菇长出来 只不过这种蘑菇 你也很难分辨它是否有毒 所以我劝大家 就是眼看守悟动 看一看 这个蘑菇的样子就好了 千万不要去摘 更加不要将它拿来煮来吃 那就更加危险了 好我们继续走吧 然后呢在这里呢 我没有看到一棵这样子的树 我以前呢 应该也有给大家看过的 这就是那个炮弹 炮弹树 大家看到没有 这些看起来 像一棵棵炮弹这样子的果实 就是这棵树的果实 这种果实呢 一般来说是 不会拿来吃的 要的话也好像也是只呢 只是作为那个 动物的飼料而已 然后大家可以看到 大概在这个地方吧 有看到那个花 所以给大家完整的看一下 这棵植物 这是在新加坡这里 非常常见的一种座 在新加坡植物园啊 或者其他的自然公园啊 都经常可以看得到 然后也非常的好认 他的花跟果实 都非常的好认 那好 现在呢我已经走完了这个 Tesna Nature Park 返利自然公园的 北线以及南部的环线 两边都已经走完了 时间呢大概是花了大概 两个钟头左右了 那他其实两边的路线都不是很长 北线大概单向的话就是 1.7到2公里左右 南线大概也是差不多是这样子的距离 那其实呢他的那个路况也是比较好 但是下雨的话可能就 可能路会比较滑一点 因为有很多也是那个泥路 那好 那这个视频呢就到这里了 那请大家为我的视频呢 就点赞订阅我的频道 你们的赞跟订阅呢 就是给我最大的鼓励 好 谢谢大家 拜拜